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称和不报约的人力 这个人力就是很高级 我们需要做成那样子 你才能有成道 就是没必要 否则它这个处约就会引发我们的果报 有发我们生生世世的很多果报 因为说婆世界 你见过觉知到的东西有局限性 你看到邪恶了 并不是那个邪恶 我们说是它是好的 但那个恶触发 让你产生认知 你这个情形动力一认知 就有发了我们生生世世的一些报 有发很多 比如说我们知道 就会遇到那些让你生气的人 你肯定人嘛 人肯定有让你开心的 也有让你生气的 哪一个人也会遇到这种 不是你啊 你不是不要动吗 这就是烈了 遇到了 你要是每天遇到开心的 还有烈嘛 你直接就不孟还泡影去吧 很开心嘛 很容易关 就是生气的才不容易关的嘛 那就是比如说自己遇到了 那就是给我们练习的 对 就把它当成一个对劲 修行人就把这个世界的恶啊 或者什么 搞开始 练成一个 当成自己修行的祝缘了 这样的 并不是说那个人真的好 你要感恩他 不是 是你把它当成了祝缘了 那要修 就是说并不是 但是 但是那个 比如说佛啊 佛当年你看成佛以后 比如说有戈利王 你知道 比如说他在这修忍辱的时候 戈利王肢解他的身体嘛 并不是说戈利王就对 戈利王也是因为妒忌 肢解了他的身体 因为说他跟他的妃子说话 那佛成道以后也会感恩他嘛 所以因为他把他做为了一个修行的 就是解验自己祝缘嘛 但是还有那个什么 他那个唐帝叫什么来的 提伯达多不是 还有害佛嘛 分裂生团等 他成道也会感恩他嘛 并不是说这些人做的对啊 大家不应该学这些人 这些人做的不对 他也造下了地狱的果报 就是他不对 但是呢 因为但是所有大菩萨都会把这些东西 当成他修道的祝缘 他才能成佛 所以是每一个大菩萨 他都会自觉的把身边的这些逆缘 转成祝缘 就是这些祝缘就是逆真上缘嘛 就成为他对境 他修炼的一个境对境 所以他不断的成长 他不断的解脱嘛 他就变成一个很高等的人了 慢慢解脱成佛了 而那些死坏的人 他会越来越差 就是这样 他去感恩是说 他们帮助他 当年他们这种坏 让他变得更强大了 并不是说他那件事是对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 那他成佛以后来到这个世界 那其实不用他去 所惩罚这些坏人 每个人都 各类网也罢 或者什么 都因为自己的英国已经 已经过保守了 是吧 就是都已经受爆了 但是别人会认为说爱 比如不去的人 那肯定啊 身边的很多人 肯定骂你啊 没用啊 你坐在坐垫上 不给社会创造价值啊 你是个无用的人啊 你没价值啊 你坐在那儿抠懒 这不是啊 你也没练出啥来 你看你不贪着这些 还有吗 肯定会说你嘛 你还因为还会生气嘛 有时候 肯定说嘛 然后说你不跟我们在一起了 你看你这不务正义啊 有一段时间一定是这样的 所有的休息人 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啊 除非这个人也是休息的 他会正确地看待这个 世俗人不休息的 绝大部分不休息嘛 他就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劲修炼 对着那也是对劲啊 那肯定的让他们说 你捂不住他们的嘴 是吧 每一个人都要过这一段时间的 是吧 暴风雨来得再猛烈点吧 要这样说 是吧 他说呢 你骂我 试试 看我能不能动 心动不动 是吧 就这样 以前 骂三声动了 现在骂了五声我才动 这也是进步 骂了五声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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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